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節的《新人透視》又來了 先出來罵民主黨,罵到興起 即是他 即是他 為何經常入我數,我又有份罵 你有沒有想過退黨 我沒有 但事到如今你都不退黨 暫時留下一些人,先不要退黨 先看完他 先看完他 是退的,李柱銘先退,我跟著他 跟大哥 不是跟他 這不是跟大哥 跟阿伯 李柱銘有沒有考慮退黨 我聽說暫時沒有 為何? 已經這麼爛了,為何要做什麼 老實說,一件事 有些事在教會 講個團體當然是有些不該的事情 實際會有些發生 就是你會不會離開教會 不是,你推了多少次 你入社民連 你現在又有問題 你推了多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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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立刻入黨的 一定不會立刻入黨 因為他會踩他 要不然就看緊他 是這樣做的 你再講回剛才講過 文書黨內部還有一些不同的方案 其實那不是秘密 被林瑞倫 最後他不會用方案 用元素 連方案都不教 是用元素 我也贊成用元素 有什麼元素 就是一個元素 就是誰的代表 胡志偉 胡志偉代表 那是什麼方案 就是不斷加立法會議席 衝淡功能組別 加直選的議席 加直選的議席 衝淡功能組別 衝淡功能組別 詳細大家要看回民主黨的網頁 找回資料 因為我可能說錯 我不是背書 第二個就是李柱明方案 不用說了 廢除功能組別 廢除功能組別 基本上就是 正正路 正正路路 總之2017是全面普選 很正常 第三個就很複雜 他叫羅任迪方 什麼羅任迪 羅任迪 羅任迪 羅是什麼 羅志光 不是 羅健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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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後的年輕人 反鋪鐵 任啟邦 所以大家以為他很改派 是 滴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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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立刻有點皺眉 是啊 看到滴志遠的名字 立刻皺眉 為什麼呢 你說內容更好 內容就是讓功能組別 我會看下去比較 傾向生生不息的功能組別 怎樣生生不息啊 彭靖康化嗎 對了 就是彭靖康化或者讓它 其實 譬如你會贊成 區會功能組別 但是區會功能組別 那個問題就是 我提了兩點 第一 在基本法裏面 是違反基本法的 因為它不是一個權力架構 是一個諮詢架構 你當作性格已經是問題 第二 你將功能組別合理化 或者增加一些功能組別 或者合併也好 即是說 一雞死一雞明 我給了一億 你要它收工 就很難的 那你就叫做 心生不息 我意思是 就是這個意思 你明白嗎 即是你表面上 你是跟政府談 好像有妥協 或政治勵術 就是蔡子強說的 是妥協的 就是妥協的 大家都跟了蔡子強那套 去思考 沒有的 馬基維利藝術 你永遠都是妥協的 你最後沒有自己的原則 沒有了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就是 你不要真普選 你所有 其實 其實 有很多人在方向都說 對政改方案 不瞭解 這根本是政府故意的 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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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瞭解 然後就做一堆論述 那堆論述 就像昨天中聯辦的說法 它是所謂 已經瘋奪了你 對理性這個詞的詮釋權 理性就是他認為的 總之你聽阿爺講就是理性 你不聽阿爺講就是非理性 現在我們用回普世 講普世人權價值 因為我們用回普世理性 普世理性就麻煩你去看看 連月鎮的文 他已經講得很清楚 功能組別 怎樣是一個特權階級 不是 即是功能組別 區議會怎樣是一個特權階級 怎樣可能被區議會 進入這個功能組別 即是將它的特權階級正常化 這個特權階級正常化 就沒完沒了 阿爺現在最想的 但是你所有的 所謂理性討論的人 你都要對著這個 又是前大學教授 又是報紙主筆的人 他講了一篇文 你都不可以跨過他 你都要跟他爭取得行 你才好說你那些不是特權 你根本那些人爭取得不行 然後就繼續講區議會選舉方案 總就好像區議會作為功能組別 這件事很合理 就是民主 就是真普選 這樣香港人死得了 所以所有香港人 你不就看了你 連月爭才說 如果你不去上網看連月爭 然後說我不認識政改方案有什麼問題 其實就很養炳 其實說說 很正常 現在政府什麼都會搞得很含運 然後你現在政黨 跟他繼續 然後政黨跟他繼續複雜 你看到一件事 政權本身一定會把那些東西含運化 因為政權如果不把那些東西含運化 你看到那些矛盾 那你們就會選民 就會嘴 所以為什麼他不斷含運化你呢 他不斷在蔡元春的論述 他不說 為什麼我們現在香港的困局 就在這裡 傳媒不說 政府不說 不說 好了 中學不說 中學太多教會學校 教會不敢說 中學不敢說 中學不說 於是所有理性討論的人都變成在野 變成在網 只有在野和在網 只有在野和在網 不是說沒有 在80後就比較適應這種傳媒模式 所以80後就比你80前 你80前就蠢了 因為個人 你看完一篇 你要找到那篇 白紙黑字看 你不找到就不看 不看更加不明白 看完別人的網上討論 可以立即給你了解得立體很多 你現在沒有 80前後 最大的分別就是 涉取資訊 不是 揭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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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方法和能力是不同的 是啊 即是80前 也不是 有些80前 我不是 小量不同 有些80前 就會用回很傳統 看報紙 看那幾張 不是啊 應該是大部分80前 小量80前都會懂得去網上看 但太少了 他拿的資訊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大家也有文化中特 我看到80前 所以有些老的時候 院長就是 余達森 余達森 那個 反正可以說一下 沒有什麼 正確 下一集說 我們這個 留下集人 真是很難 你一定要請馬國明來講 馬國明就是代表天主教的某些知識分子的答徴 我想來講 代表基督教的知識分子立場 再講那一件 真是攝爆了 下一集 我只是想問 又要順便說呂大樂 是啊 那類人 是不是就是你所說的 只看報紙 只看CCTVB的新聞 就是那些人 他沒有看人的東西 他不覺得需要羞恥 他沒有看別人的東西 現在先說兩句 忍不住 他沒有看別人的東西 他不覺得羞恥 被人罵完 還更加不覺得羞恥 更加老羞成怒 真是老羞成怒 真是死得的 是不是 這個世界不是這樣走的 未來全世界都是網絡世界 即是現在的80後 代表未來21世紀的所有人 都是應該這個水平的 那怎可能接受那些 還是古老 沒有水平的論述 是 會死得的 因為呢 講回政改 因為時間不夠 不行了 還有少許 講一句 其實現在的關鍵是 民主黨也好 或者有些政黨也好 有些人士也好 你究竟相不相信 共產黨給你真普選 當然沒有 不可能有 問題就是 為什麼現在會相信我 不是 原諒我講 用一個教會的比喻 他就是一個神棍 他叫你去信 叫你去信 他才有資格賺 是嗎 他自己底層都不相信 不過他叫你去信 你叫他去信 你就入教會 入某一種教會 我們被人頂那些 什麼二端教會 他就是叫你去信 他自己一點都不相信 但是你去信 那就可以有錢賺 有利益 但是 問題大家都知道 共產黨給你 就真的很難 是啊 他拿你的東西 很容易 是啊 大家就不要這麼愚蠢 對不對 不是很糟 應該公投出來投票 投吧 投吧 其實 你現在看明報的調查 其實某些方面是好 你反映 某些選民 其實是給你所謂的公共傳媒 是比較清醒過你的公共傳媒 所想的 他都說 九東九西 如果明天投票也有四成會出來 是嗎 那個數目不少 就是說 有批人自己都明白 隨便你外面怎樣說 好像每個選民都不贊成 但其實他們會出來 講到也有三成多 現在問題就是新西新東 兩邊只有兩成 我們就會擔心那裡 所有網上看的 特別是年輕人 你一定要鼓勵新西新東住的人 你們年輕人很多 要鼓勵他們出來投票 如果不是我們 香港人 其實跟2003年 黃毓民說的那句話很對 一模一樣的那句話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他叫做 如果你現在不出來 是退無死所 你現在不出來是退無死所 我再說一次 其實現在都是一個這樣的公共 大家買出來 記得 好 好 謝謝收看 下一集繼續街上